字幕志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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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去制早餐喔 欸有 我媽去制早餐喔 一點啦 我媽去制早餐喔 一點 起來了啦 嗯 媽媽 跟大家說早安 你沒有打阿欠 沒有按去 不說講喔 好 重來 好 再一次 媽媽 吃早餐了 我們要去吃早餐囉 她早餐在10樓 沒錯 10樓 也可以去24樓 妳也是去啊 24樓 我們今天想要去10樓吃啦 10樓應該會比較豐富一點 沒有 根本就是因為那兩個小朋友 想要去一直自己拿東西 對 因為那個24樓 它是樓間的 它是半自住室的 有一些是點的 然後有師傅會現做 那10樓是全自住室 他們想要都自己拿 他們覺得那邊東西比較多 所以我們要去吃 吃飯店的早餐區 有那種選擇性障礙 我今天就有 因為我今天就是覺得 它的東西呢 很多之外 可是它的東西 每一樣看起來都弄得滿精緻的 日式的那一區 就是它也不是就是 喔 放個 把東西放好 它還有做成立耶 就整個你知道 日式的風格都有出來 我覺得它整個就是 不管是食物上 或者是旁邊的裝飾 它也都弄得很用心 可是呢 我的胃就只有一個 我必須要慎選 我要吃什麼 我今天選了很久 因為我每一樣都想吃 它連台南你可能來 你想吃台南的美食 都把它放在裡面 不管是牛肉湯 或者是 挖粿 或者是 春捲 春捲 對 還有春 這邊有 對 好大嗎 春捲 還有淡淡麵 都把你 你可能想得到的 你想吃的台南美食 你在這邊 都吃得到 所以它都已經幫你想好了 現在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胃 只有一個 所以你會吃不完這麼多東西 而且我剛剛已經先吃了一盤 就是我的第二盤 還有我的 還拿著牛肉湯 我女兒剛為了這碗咖啡 還奔馳來找我 對 因為 她說 她還拉了 蛤 你拿毀了 真的 她還拉 她還拉了花 就是 這已經放了有點久了啦 就是很少看到飯店 真的還拉花 真的 而且她兩杯還拉的不一樣 她非常的用心 這個是葉子 然後這邊是愛心 可是已經放了有點久 也會一樣 嗯 欸 她這間啊 中午其實是自助餐 只是蠻有名的 是什麼 冷凍咖啡 咖啡 她中午有自助餐 我們雖然不知道她中午是什麼 可是我相信她的午餐跟晚餐也不會讓人家很失望 因為她的早餐這樣子 附在套裝裡的早餐都這麼優秀 我想她的午餐跟晚餐一定很棒 Liberty My baby Liberty My baby Liberty 吃飽了 我們要去哪裡 媽吃飽了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 奇美 觀光工廠 不是奇美博物館 是觀光工廠 對我們因為我們這是一個套裝的行程 他有父親妹 奇美 觀光工廠 所以我們要去啦 嗨 功力點三吧 耶 好冰的包子喔 這假包子 這好療癒喔 這也太療癒了吧 我們要吃飯了 中午 今晚12點58 我們在台南的奇美幸福工廠 有多幸福 滿幸福 滿幸福 我覺得台南這個奇美幸福工廠 是我近期來看到觀光工廠 我覺得非常滿意的 我覺得它表現得很不錯 比如說它整個裡面的環境 它的設施 提供給小朋友的一些小東西 我都覺得它很用心耶 對 他們剛好有配合 蠟筆小新的電影 嗯 然後有送了 只要你 只要你有 只要你有消費 不限金額 就可以換這個眉毛 你這樣比較美耶 好美耶 然後呢 我們剛剛還買了拉麵 還送了電影的 優惠票 重點是 觀光工廠 它的東西 這一間 它的東西看起來蠻好吃的 對 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午餐 炸雞 拉麵 沙拉 薯條 我老婆 看起來都蠻好吃的 對 可是它這個東西價位 我覺得蠻合理的耶 那這個麵 也沒有很便宜 那你要200 他們麵 加薯條 再加飲料 這樣200塊 如果只有麵200 沒有它是這樣這樣這樣 200塊 而且它還送了兩張電影優惠票 其實還蠻划算的 對啊 而且它這沙拉看起來很用心的 透明的 對啊 蠻不錯的 掰掰 媽我們要離開了 你有沒有覺得住兩天 我覺得我們最近很衰 為什麼很衰 為什麼很衰 因為我們每次出來都嚇 對啊 真的是 然後一路北上回台北之後就會出台 對然後今天這邊也不能空拍 所以也不能空拍一些比較漂亮的畫面 你看現在這個 現在我們在飯店大廳 媽媽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飯店大廳 也很氣派 對啊 給大家看一下 超氣派的 豪華感 然後我們來想 我們想說說對於這間飯店的一些想法 我們要離開台南的香格里 我們剛剛有跟服務人員稍微聊一下 其實這間酒店是有那麼一點歷史的 其實已經開多久 十年 開十年 這一年是第十年 那其實這一棟大樓 它已經很久了 不只十年 對 這棟大樓好像在199594還是98的時候 就已經蓋好了 然後那時候一開始的時候 欸 你都不知道嗎 你看我都知道 你有做功課喔 因為那棟大樓一開始的時候 它其實不是遠東集團的 它是之後是被遠東集團買下來 那飯店呢 它也不是遠東集團一買下來之後就有飯店 一開始是只有商場 就是大家知道的 台南大圓白 那台南大圓白就真的比較久一點 那這個飯店呢 大概是2008年的時候 蓋好的 它整個風格啊 你會感覺它是比較內斂沉穩 它不是那種很新啊 你一進去就說 哇很現代的感覺 並不是 可是它就是有一種 老飯店的那種沉穩的味道 我們講講用餐好了啦 它的用餐啊 雖然比如說它的料理各方面 雖然不花俏 你可以感覺到 它是蠻內斂的 應該說它就是台南的飯店的龍頭 就雖然在這邊經過了十年 它還是可以意義不一樣 是有它的原因 真的啊 它的菜色 你一吃就知道 就是絕對比一般的 buffet稍微再更用心一點 你可以感受得到它的東西 比如說不管是在擺盤啊 或者裝飾啊 或者是甚至它的lunch的樓層 也都可以吃得出來 它食材是稍微用得比較好的 對然後再來啊 就是它的位置其實不錯啦 旁邊就是台南車展 一出來就吃了 一出來就是 你是要搭火車啊 或是從國外啊 搭飛機要轉火車來 這邊這間飯店其實是非常方便 就一下火車就到 它還有一個小優點 就是旁邊是一個百戶公司啊 就是如果說你真的晚上無聊 想要逛街想要買東西 想要去超市 然後想要吃點東西 當然來台南還有更多好吃的小吃 在市區 如果你想要究竟方便的話 旁邊就是一個百戶公司 真的非常方便 對然後台南它就是一個 保有傳統的東西 還在的一個城市 那新的東西也有 所以你想要什麼都玩到台南 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我發現很多人很喜歡來台南 就連我們自己是 住在台灣的人也都很喜歡來台南 台南這個文化保留不錯啊 對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大廳還蠻漂亮的 你覺得 我覺得 還好 還好 還可以 還可以 我覺得大廳 建築物已經二三十年了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它大廳很高耶 最後其實台南也蠻多飯店可以選擇 當然這一間啊 我覺得它有它非常在地的一些 拿什麼哈欠 拿什麼哈欠 非常 吃早餐吃完早餐就行 來台南玩啊 其實我蠻推薦的 我覺得這間飯店也不會讓你熄完 對不對 它不錯 它不錯 真的不錯 好 今天 你可以感受得到它 所有東西都 就是比 就是比 用心再更熄 就是它不只用心 它也很細心 對 在小細節上 所有東西都感受得出來 這是我們第二次住香格里拉 對 這不是第一次 上次是住泰國的香格里拉 也是有這種感覺 泰國的香格里拉 曼谷那一間也是比較悠久 可是就是你可以感覺出來 它有一種 比較內斂的味道 好 今天影片結束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 訂閱分享按讚 有影片要訂閱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假如我啊 好啦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掰掰 訂閱 我們來看 我們要不要臨